然番剧场!然番啦! 外界,星红符文精是闪烁着璀璨光芒,如星辰般耀眼,好似要与血月争辉。 幻境带来的精神冲击极强,但是似乎对小黑无效,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继续抵消着吸盘推进的拳头。 就在此时,原本已将闭上眼睛的吸盘斗然睁开了眼睛,露出了妖异的星红色眼眸,嘴角浮现湿血的笑容。 吸盘在这时缓缓张开了嘴,顿时头顶的模糊虚影也跟随着张开了嘴。 快跑啊! 旁白的声音忽然在脑海中炸响,还在聚精会神观战的风起顿时心中一灵。 没有询问原因,他连忙向迷雾之主开口道。 啊,快跑! 话音还未落下,风起便已经转身迈开了步伐。 可还未等他们跑出去多远呢,只觉得奔跑的速度忽然变慢了,好似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向后拉扯着他的躯体。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,古人形态下,风起已经有些抵挡不住了。 好兄弟,救我! 似乎是听到了他的呼喊,一条由挥舞汇聚而成的手臂猛地抓住了他,将他拽着朝远处飞去。 飞行中风起望向交战去,只见溪盘头顶的模糊身影不断地扩大,跟随着溪盘缓缓张开了嘴巴。 刹那之间,方圆数公里的绿植、泥土、建筑残骸灵气,一切的物质都被无形的力量拉扯着,朝着虚影口中汇聚。 恐怖的吸力越来越强,就连月光洒下的光芒都在吸力笼罩的范围内变得暗淡。 天空中的乌云汇聚,化为云柱不断地涌入神秘虚影的口中,再压缩汇入吸盘的口中。 看到这一幕的风起,脑海中产生了这只神秘巨兽,想要吞噬整个世界的错觉。 那种恐怖的精神压迫感如临末日。 恐怖吞噬力还在继续扩散席卷,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。 就连迷雾之主也是飞行的异常艰难。 迷雾化的躯体如同惊涛骇浪中的一夜浮平,随时都会被海浪拍翻。 就在这时,天空上忽然出现了一道空间裂纹。 一座被乌云托服的雄伟城石,自空间裂纹中显露了一角。 金色大殿若影若现,殿外金色石柱上雕刻着许多的凶兽身影。 几乎是凌空而出,军陵天下的气息扑灭而来,充满压迫感。 大殿外,像金丝的银白色地毯一直铺至殿门口。 两侧整齐排列的身影穿戴着华丽的战甲,森严赫赫,目光俯瞰云下万物。 凤奇还隐约听到了有钟鼓声响起,鲜悦在耳畔盘旋,洗涤心灵。 在云上大殿的最上方,一道金色身影悬空而坐,周身绽放出耀眼的光芒,挥洒四方。 金光所致,甚至令凤奇产生了顶礼膜拜的念头。 如此可怕的精神蛊惑力,令凤奇的心中惊骇。 这股力量显然没有刻意地针对他,但仅是波及,就已经让他有些抵挡不住了。 这时旁白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。 哦,终于遇到一个屹立于一千五百年后的领域势力了。 这些势力能在万族争霸中生存至今,实力不容小觑啊。 云上之城的金色身影在这时望向了西盘头顶的模糊虚影。 除此之外,这道身影并没有做出任何行动。 就在风奇疑惑,突然出现的势力究竟为何而来时? 旁白的声音再度响起。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,应该是小黑与西盘交手时产生的能量引来了一个吃瓜群众。 开辟空间通道前来,只是为了吃瓜? 听了旁白的分析,风奇的内心愕然。 不然呢,当然是吃瓜的同时顺便调查情报,甚至还想坐收一波渔翁之力。 就在风奇准备回应之际,吞噬犀利忽然加强了。 可以看到,迷雾蜘蛛已经抵挡得十分勉强了,恐怖的犀利甚至影响到了悬于高空上的云上之城。 金色身影随之变得暗淡。 比尼天下的威压席卷四方,西盘头顶的模糊虚影缓缓抬头,望向了悬作于云上之城的金色身影。 目光对视间,来自生命等级的压迫感汹涌席卷,金色身影明显身躯一阵。 明明是俯瞰模糊虚影,却令它产生了被俯视的感觉。 惊深恍惚间,它甚至看到了自己的残躯埋于尸山中间的区域。 血液顺着尸山流淌而下,汇入了无边无际的血海之中。 短暂的对视之后,云上之城上方的金色身影忽然挥手,顿时从空间通道中浮现的云上之城,缓缓地缩入了空间通道中。 眨眼间空间裂纹愈合了,天空中的金光随之消散。 靠,这也太猛了,石瓜群众就这么被西盘头顶的虚影吓跑了,难以想象它的主人活着的时候到底有多么离谱,估计是助神级别的强者吧。 看到这一幕的风机也是十分的惊讶,他在这时望向了西盘头顶的模糊虚影,试图看清它的容貌。 仔细打量中,恍惚间他看到了一道模糊的虚影站立于虚空之上。 周边是无数高等生命的残骸,深邃的眼眸好似能穿透时间与空间的阻隔,与它对视。 感到脑袋刺痛的瞬间,他果断闭上了眼睛。 但是那道伟爱身影却根植于脑海的深处。 就只是这么一眼,这道身影就像是烙印在了脑海之中,无法再被抹去。 紫魂纹路在骨骼表面流淌,好似在底下无形中的精神侵蚀。 当刺痛感减弱了,风气睁开了眼,遥远处的场景令他惊呆了。 目之所及一切都消失了,就连天空中的阴云也都消散。 下方形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星天坑。 一切的一切都被神秘虚影吞噬。 就连小黑也没能逃过神秘虚影的恐怖吞噬力,此时已经被吞入了吸盘的体内。 星红色符文晶石闪烁璀璨的光芒,上面的裂纹已经完全愈合。 光滑流转间,好似还在消化被吞噬的物质。 小黑也被吃掉消化了。 风气惊恶出声。 那似并没有。 我感觉到吸盘体内有一股力量在不断地萌发,似乎越来越强了。 伴随着旁白的幻影落下,被玉色流光托伏在半空中的吸盘表情显得十分痛苦。 只见他猛地挥旋砸向自己的肚子。 一拳,两拳。 接连数拳之后,吸盘的表情显得更加痛苦了。 就在这时,他忽然张嘴,顿时无数的黑色栗子从他的口中喷出, 在空中交汇。 小黑的身影缓缓凝视,变成了与他第一次相遇时的实体形态。 体表黑雾缭绕。 挥手间,黑雾瞬间将吸盘缠绕。 单手朝着吸盘轻轻一点,顿时吸盘的躯体如遭重击, 堕入下方深不见底的天坑之中。 看到阴魂不散的小黑再度出现, 凤奇忍不住在心中叹气。 这条战争线木青的发展并没有正常时间线来得久。 距离预见形态,木青还有一段成长路程, 所以吸盘继承的并非是巅峰木青的力量。 可即便是如此, 拥有意识的吸盘已经非常强大了。 实力远超之前的任何一条未来梦境线, 但还是败了。 这也是凤奇第一次看到, 想来佛系的小黑展现了除不灭特性以外的其他力量。 也正是这一战令他有了强烈的无力感。 到底该变得多强, 才能与小黑有一战之力? 这完全就是未知的谜团。 这种感觉就像是每个月赚几千块的人想要去超越首富的财富。 即使是首富的财富停止增长了, 超越所需要的时间跨度还是会令人感到窒息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